今天带大家看锦绣南哥第51集 廷尉带走了刘易康 沈丽哥也抓紧安排众人搜集证据 此时的陈少迅拉着婉儿质问他为何下毒 却被朱雀蒙的刺客掳走 以此威胁婉儿执行计划 另一边刘易轩率军搜查彭城王府 却意外发现孙太妃的两封信 分别为哀求刘易康 顾念亲情血脉 以及为自己谋取终军之职 他顿时大发雷霆 沈丽哥得知陈少迅莫名失踪后也深感无助 此时陈少迅被困地牢 神秘人也随后露面 对其惨下毒手 沈丽哥猜测陈少迅必是查到了蛛丝马迹 才会秒无音讯 便来到三九堂调查安神乡 尤其从空城口中听闻 婉儿曾经在此治病后 便起了疑心 另一边 神秘人蛊惑婉儿谋害刘易轩 婉儿却迟迟下不了手 随后 沈丽哥来到金陵王府试探婉儿 并发现他身上的夜光粉 于是他和沈丰去往郊外调查 终于找到了踪迹 推测婉儿与朱雀蒙有关 难道婉儿跟朱雀蒙有关 很快 空城在婉儿的房间里发现了毒药 还查明了他的真实身份 而朱雀蒙刺客潜入禁民王府 令刘易轩重见昏迷 另一边 王子金请求王公救刘易康 可王公却表示无能为力 正当王子金打算出府时 却发现 童心结遗落在了书房 他折路返回 却意外听到婉儿在质问王公 不由推门闯入 原来神秘人就是王公 刘易康等人也随后率军赶来 原来刘易轩和刘易康并没有反目 刺杀刘易轩的也不是朱雀蒙 一切只是为了 因婉儿找出幕后主使而做的一场戏